郭文貴郭議員 郭文貴君 徐先生 現在這一場 我們將由陳老師為我們帶來這個 利用Python 預測的風力發電 那我們掌聲歡迎一下陳老師 好 謝謝大會接受我的演講 我是中興大學映術系的副教授 那其实是刚升等 所以我投稿的时候 也是写助理教授 但是我现在是副教授 那我们系从去年开始 先帮系打一下广告 那我们系从去年开始 规定所有大学部的必修课程 都必须要用Python上课 那所以我们系现在从 大一维基分跟线性代数开始 以降所有的必修课 都是用Python教 那我们像我们维基分 现在会用Python来告诉大家 什么叫做维分 什么叫做积分 那也不会再叫大家 做那些很奇怪的积分的计算 就叫大家 你们就开SIMPi来算就好了 干嘛用手算 对吧 大家很有感触吧 所以本系现在走在时代的尖端 请大家帮我们广告一下 那我是统计组的老师 所以我负责开统计的必修课 那像是大一的统计学 我们现在也都用Python上课 那我个人在硕士班 也用Python上大数据资料分析 那所以像早上有一位演讲者 他在讲如何用Python做假设检定 那他还提到一个问题 说当你的数据很大的时候 那你的匹配流会非常非常非常小的困扰 那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上课都要上了 那这是我的个人网站以及我的GitHub 那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今天的演讲会 的程式应该会放在我的GitHub 那这是我今天演讲的大纲 那我会花大概三到五分钟 快速地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们需要做这个题目 那然后再带一下 这个风力发电 它背后的物理模型是什么 那事实上这个物理模型 再结合一些数学 是可以帮助我们 做一些Machine Learning演算法的设计的 所以汇数学还是很有用的 再帮系上广告一下 好 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做 这个题目 实际上是这样 现在包括风力发电跟太阳能 那因为它装了之后 就可以做个 就可以运作个二三十年 那中间都不需要花费什么变动成本 那也不会造成什么污染嘛 那所以大家现在开始觉得 它是一个所谓的绿能 那现在国外很多厂商 很多消费者 也都会要求他们的生产者 承诺什么他们的产品 要100%使用绿能来生产 那就是所谓的RE100联盟 那台湾的几个大企业 像是台积电等等的主要企业 他们的客户都参加RE100联盟了 那所以我们的这些厂商 也都被迫要100%使用绿电来生产 那可是不幸的是绿电是一个间歇能源 所以它的发电量不受控制 那而且它的发电的能力 跟我们使用电的所谓的load curve 它事实上是对不起来的 那所以这张图它的绿色的那条线 就是我的用电量减掉我的可再生能源之后 剩下的那个残差是多少 那所以这条绿色的线 就是我们必须要利用传统的其他的发电厂 来发电来补足的部分 可是你可以看到这条绿色的线有什么特性 这个扭来扭去一下高一下低嘛 那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调度现有的发电厂 来让他们的发电量也忽高忽低 来补足这条绿色的曲线 可是不幸的是 这件事情还蛮困难的 因为传统的电厂 不同的发电厂 它有不同的调度速度 所以这张表就是 天然气 不同的天然气发电厂 以及不同的燃煤发电厂 它们的调度速度 那特别是 大家要注意的是第二行 没有问题 看第二行 那个什么Ramp Speed 那个就是不同的发电厂的 它的调度的速度 那这个速度 它是用装置容量的百分比来表示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比如说像是燃煤发电厂 那它可能最左边那一个 那它可能每分钟 它可以快速地增加或降低 8%到12%的装置容量的电 所以它在调度上是很快速的 那可是如果是燃煤发电厂的话 你看最右边 那个1%到2% 就代表它调度 它调整发电量的速度 它每分钟只能调 1%到2%的装置容量的输出 那所以 如果我们遇到的 绿色的曲线长这样子的话 那如果我们不事先知道这条线长什么样子 那我们在调度的时候就只能够几乎都只能够依赖 像是天然气这种可以快速反应的发电方式来补这条绿色的线 那可是 天然气太贵啦 燃煤还是比较便宜 那另外燃煤虽然会污染 那可是 如果我们今天天气状况好 风速大的话 那你多烧一点 反正污染物都吹走了 那有什么差 没关系嘛 那至少 好谢谢 那至少这样子便宜多啦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正确的预知 明天风很大 然后我们又知道明天我需要补多少电的话 那我就可以多放一点燃煤 多掉度一点燃煤 多减轻一点天然气的负担 等等等 好 那另外如果我们都用天然气的话 天然气还有一个问题 天然气需要储存槽 你的储存槽 你如果像台湾这种海岛型的 国家 我们的天然气都要靠船进来补的 你如果海巷不好 船就开不进来 然后我们的气槽 其实只能存七天 所以如果没有先事先规划好 七天到后就会像上一次那样 大潭发电厂 它不是跳电造成全台大停电吗 那次就是天然气没了 那所以我们需要能够准确的预知 未来最好是至少一天 或者可能的话 也许至少三五天 未来的风力发电 以及太阳能发电 他们每个时段能够各自发多少电 那如果我们可以预测的准确的话 对我们做这些调度 包括像降低成本 那使得确保你的电力供应没有问题 等等等 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对了 然后顺便说一下 那像国外 像欧盟好了 那他们甚至把电当作是一个大宗物资 那把它当作大宗物资在交易 就像什么大豆啦 什么小麦啦之类的 他们有个交易所在交易 所以他们的电价就是交易所 那个时候成交价是多少 价格是多少 大宗物资当然也知道 有个东西叫做期货跟选择权 那就会有很多金融商品可以来玩 那对他们来说 准确地知道风力发电 或者是太阳能发电 未来能够发多少电 那对于他们金融业 在设计金融商品 在获利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所以这一个领域国外 特别是欧洲做的很多 好 那我们来简单快速地看一下 风力发电的原理 那风力发电它基本上 风力发电机它的工作原理 是它会把风的动能转成电能 所以简单来说 我不想讲那么多 简单来说就是 风越大 它风机转速越大 它发的电就越多 那可是风力发电机在转的时候 它需要克服一个东西 叫做静摩擦 所以它必须要风 必须要速度到一定的以上之后 克服静摩擦力之后 风机才能开始转 那然后风越大 发越多电 那然后它机械设计上 会有一个极限 就太高 它就不会再增加了 那如果风太强 它会怕机器转太快 那就风力发电机就烧掉了 所以它风太强的时候 它会把它关掉 关机就不发电 那所以基本上 一个风力发电机会发多少电 它大概就是一个 基本上大致上是风速的函数 这个太数学了 稍微讲一下 所以假设了 假设我们现在有每一台 风力发电机 它的刚刚那条红色的线 我把它叫GI 那如果我可以知道空间中 每一个位置 它的每个时间点 每一个位置的风速的话 那我就把风速带进 风力发电机 刚刚那条红色的线 叫做Power Curve 那把所有的风力发电机 都加起来 我们就会得到 某个时间点 风力发电机 可以贡献多少电 那但是实际上 因为我们风力发电机 每天都在装 或者有的时候 要太旧换新 那所以你每天 有多少风力发电机 这个数目不太一样 我把它叫做MT 那如果直接要预测这个YT的话 那它还跟MT有关 那你在构造模型的时候 就会非常困难 那所以我们一般来说 我们会把它Normalize 到01之间 怎么Normalize 就把它发电量 除以装置容量 就是装置因数 那这一个装置因数 它就会介于0到1之间 那所以这个才是我们 实际上未来 会用来做预测的目标 那只要我们预测出FT 这个风力因数 这个比值之后 那就再乘以装置 T时间点的装置容量 我们就可以知道 T时间点 事实上 风力发电机会为我们 贡献了多少电 可是为什么这个问题 我今天还需要来这边讲 还需要 就意思是它 为什么还正在发展中 它的困难是什么 最大的困难是因为 风速的预报 非常的不容易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天气预报的 运作机制是这样 那因为 我们会先造一个物理模型 就是像刚刚上一场演讲者 他在讲的一个 一个什么 什么equation 这些equation就是用来描述 比如说像太阳能 太阳照到地球之后 那些热能 在大气里面怎么循环 那然后这些热能 怎么样让水蒸发上来 然后水怎么样 水循环等等等等 那所谓把地球上 整个地球所有的 大气的模式 都用物理模型描述之后 那再来解这些方程组 那可是要注意的是 气象它是一个 全球都会息息相关的 那比如说最知名的例子 就是圣阴现象 圣阴现象关心的是 印度洋的水温 那我们知道 印度洋的水温会影响 全球气候嘛 那所以在做气象预报的时候 要全球一起解 那现在怎么解 现在主要的做法 叫做有限元素法 有限元素法 它会把大气 层切成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隔点 那然后在这些隔点上面 解PTE方程组 地球那么大 你要切多少隔点才够细 当然切得越细 那这个解越准 但是越细 这些隔点越多就越跑不动 所以事实上是跑不动 那所以目前我们只能够切 非常非常非常有限的隔点 那造成气象预报 非常的不准 那大家事实上是可以补救的 那有个补救的方式 目前用的补救的方式 叫做区域模式 就是大家拿了全球模式 得到的粗略的结果之后 每个国家的气象局 在更进一步 对自己国家负责的范围 在自己再做一个区域的方程组 然后再去 在这个区域的方程组上面 再切更细的隔点 所以去做预报 所以区域的气象局 理论上来说 气象预报应该要比较准 那可是对风来说 风又更困难 那因为风受到的干扰 非常的多 就比如说 最大的干扰因素 第一个是地形 那大家知道 你家附近盖了一个大楼 起来之后 你家的风是会变 那所以 在气象预报的模式里面 如何描述这些现象 其实是很困难的 那第二个 对风力发电来说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 就是我邻居的 风力发电的风扇会影响我 就是我的风力发电机在转 那个扇叶在转 它就跟电风扇一样 它还会造成 风的一些扰流 去影响风速 那所以造成你的风速的预报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那你预报不准 你风速的预报都不准了 那带进 Power Curve里面 得到风力发电的发电量 当然也不准 第二个问题是 我刚刚讲 风力发电的原理 是风的动能转电能 动能大家都学过物理 动能是什么 二分之一mv平方 还有质量 质量除了跟风速有关之外 那大家最近还发现 它还跟很多气象变速有关 像是温度 温度越高 空气越轻 质量越低 然后湿度越高 质量也越低 然后大气压力越大 质量越大 等等的 所以质量 还跟其他的气象变速有关 所以这些气象变速 连同风速 也都会影响 我们的风力发电的输出 好 所以目前大家做法是什么 想办法 花很多很多很多的钱 想办法去造高解析度 比较准的风速的预报 但是 这个连结是德国气象局 已经做十年的研究 所以他们现在 这个东西还在做 但是这要烧很多钱 那对我们使用者来说 这些资料都是要钱的 一年好像要 要三万块欧元吧 这不是我们正常人付得起的 所以这没救 那另外一个做法是 有些人他会尝试 对你的预报结果 做一些后处理 那统计后处理 用统计的方式 把你的预报的结果 让他再往实际上的结果 再更迈进一点 可是这个问题是 以风力发电机的问题来说 这个问题也没救 因为你风力发电机 那个地方 它的风速多少量不准 因为你如果 放了一个风速剂上去之后 它量到的 其实是被你扇液 干扰过后的风速 所以你也没有办法 拿这个资料 来构造一个统计模型 来帮你做一些 统计的后处理 让你的预报变得比较准 所以唯一剩下一招 就是做machine learning 看看能不能在物理模式 没有不够准的情况之下 看看machine learning 能不能救我们 好 那这是我们 我这一次使用的 示范的资料 那我用的资料 是德国的资料 因为德国的资料 比较长 也比较容易取得 那欧盟 它有成立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 它会收集各个国家 历史的再生能源的 每天发多少电 那这些电 它是基本上是 15分钟的解析度 所以每15分钟 就会记录 这个国家 它总共收到多少风电 收到多少太阳能 等等等等 那它是一个CSV档 所以很容易使用 那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你们就直接 点这个连结 或者拍这个 打这个字进去就有了 那我同意便会放出来 那以德国的资料来说 它收集了2010年到2019年的资料 可是2019年的资料不全 而且它还没有更新完成 它目前大概只有到 5月左右的资料而已 那气象预报 因为台湾的研究人员都很穷 所以我们也不可能买要钱的 所以我们就用 唯一免钱的资料 就是美国的 美国的气象 算是气象局吧 还是海军的气象局 那他们有提供免费的 全球模式的预报 唯一免钱 然后它是 它是2012年的版本 那美国今年要换新版了 可是他们还没换 所以这个2012年 算是最新的版本 那可是唯一的问题是 它是低解析度的 因为它是全球模式 那以德国来说 我们在德国那么大 那这个模式在德国上 你只会看到 12乘以11个预报值 那你 然后德国大概现在 好像有好几万个 风力发电机 那所以你必须要把 这12乘以11个 风力预报的值 内插到那么多点上 再带power curve才可以 可是内插当然不准 你原来就不准了 再内插还是不准 好 那所以我们怎么样处理 怎么样读这些资料呢 那这一个美国提供的 这一个叫做GEFS的 这个预报资料 它下载回来会是一个 我们可能相对比较不熟悉 的档案格式 叫做NetCDF格式 那这个格式它现在有新版 叫做第四版 那第三版用赛拍就可以读 那可是第四版赛拍就不能读 不过因为新版档案比较小 所以新版在使用上比较容易 那索性现在 现在有一个套件 叫做XArray 这个非常好用的套件 可以帮我们读取 以及处理NetCDF的 档案格式 那另外 刚刚这一个历史资料 它是CSV档 那所以理论上应该是用Pandas 所有是Desk都可以处理 那可是因为我有一些 比较旧的R程式 那我当然 你有旧的程式 你就不会想写新的 那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就 我们索性 我们还有Python这个 它同时也是 浇水语言的特性 那所以我们会用一个套件 叫做Rpy2这个套件 那这个套件可以让我们直接 就用旧的R程式就可以了 好 那这是XArray套件 那XArray套件 它是为了处理NetCDF 类似的这种相关的格式 设计的一个Python套件 那它的核心资料结构 有两个 一个是DataArray 那DataArray 它基本上就是 Numpy的NDArray 那再加上 它会对它的每一个维度 取一些名字 让你可以用这些名字 来操作这些Array 那然后一个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 DataStructure 叫做DataSet 那所谓的DataSet 它基本上就是把 不同的DataArray 把它包成一个 类似Python字典的格式 那可是它在包的时候 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会自动 帮大家 把这些维度 这些 这些Coordinates 都自动帮你对准 所以每一个 每一个NDArray 它的维度 的方向 什么 这些坐标轴 都是已经 对齐好了的 那所以我们就不需要 再去烦恼这些东西 所以它非常好用 那我可以稍微 来示范一下 我的Code 在这 所以就是我们就 把 因为是延伸桌面 不好意思 所以我们就 基本上就是 就是 就是怎样 好 因为 跑到这边去 好 那所以 总之我们就是 用XA Array 然后把档案 用XA Array的 内建的功能 把所有的NC 档都读进来 那然后我们可以 对它做一些 比如说像是 简单的操作 像是我想要把一些 不同NC档的 结果合并起来 那另外 因为我这一个 我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 我是要做 72小时的预报 所以我来这边 只有讲24小时 所以我只会 裁减 前24小时的预报 出来用而已 那 这些都可以利用 这个套件 非常简单的完成 那另外 我想要介绍一个套件 是 RPY2套件 那这个套件 可以让 把R 当作是 Python的Module 来用 那所以你R 任何在统计上 非常厉害的功能 那基本上 我们都可以用 RPY2 把它漏得进Python 把它变成是一个Module 就直接用了 那而且你不需要 学任何R的语法 那它也都会 自动帮你 在Numpy 或者在Pandas.dataframe 和R的资料结构之间 自动转换 所以你都不需要 反映这些 那以我的 例子来说 那我只需要 加三行 我只需要写 三行的Python程式 第一行叫做 叫做 Low的RPY2 然后第二行叫做 要求自动转换 资料结构 然后第三行 就是叫R 去执行 我的旧版的R程式 就解决了 所以它是一个 非常好的工具 好 那接下来来看 我们的 实际上是怎么做的 那我们的做法是这样 我把它回到物理模型 然后考虑 我今天 理论上 有一个新的 Power Curve 一个新的 未知的Power Curve 那它里面 除了风速之外 我还应该要考量到 气温 气压 温度 气压 气温 湿度 等等 其他的变数 然后把它加起来 就是我的总发电量 那如果今天 我的 MI很大 就是像德国 我有几万台风 力发电机的话 那这一个 SUM 它看起来就很像 黎曼河 所以我可以把它写成 积分 插一个常数 的样子 那 然后 再利用 微积分的 均值定理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总之 这些东西是有用的 那均值定理 告诉我们 这些积分 最后 可以写成 我就不需要 我其实根本就不需要 算积分 它最后 总之 它会变成是一个 某一个 另外一个函数 那 然后 我所有的 跟空间有关的 像都会 坍缩成一点 那 这个点 事实上 就是你原来的 空间里面的 某一个 未知的点 你会坍缩到 哪里 当然不知道 所以其实 我的这个方程式 里面 我新的函数 F 然后 跟我 坍缩完的 值 这些气象变数 坍缩到一点 之后 值 是多少 其实都不知道 所以 剩下 这些东西 是 我们必须要 利用 Machine Learning 来学出来的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 造 构造 一个很简单的 Machine Learning 的Model 就可以做得很好 看这个方程式 我们会知道 我们 我们只需要 把所有的 气象变数 缩到 各自 缩到一个点 所以我们只需要 气象变数 看起来解析度 那么多 那么长 是一个时空 很长 很多个变数 的一个很大资料 最后就是把它 摊到四点 把它降维 降到四个点 降到四围 然后再找一个 合适的F bar 就可以了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需要的 网络结构 很简单 就是先做一个 降维层 降到四围 然后最后再做一个 看你要做几层的 的简单的 类似人机网络 来学这个 未知的函数 F bar 就解决了 那基本上 合理来说 这个说法 应该是 Network in Network Model 它应该是 每一个变数 自己要 自己说到 自己一个点 自己有一个 降维的网络 降下来 那可是因为 我太懒了 所以我写程式的时候 我就只要用 Keras 通通把它 通通把它 不管 37 21 所有人 降到四围 那这样当然 多了很多个 需要训练的参数 可是最后做起来 其实结果还不错 所以这是我的 程式的架构 在这里 那前面都是在做 Data的一些 整理跟去掉 NAN 那唯一网络的结构 就在这里 只有这四层 就是我先 用Keras 我这是TensorFlow 2.0的写法 所以我先降到四层 然后再 很懒惰的 只有用两层的 类伸极网路来学 刚刚那个F8 就Train了 Train完的结果 我是这样 回到结果 回到结果 那因为2019年的资料不全 所以我只有用到2018 然后我拿2010年到2017年的Data 当做Train Data 然后在这些Data上面建立模型 然后用这个模型来预测2018年的结果 结果我们做出来 我们的误差大概只有4.2% 那德国的电力公司 给的他们的预报能力 大概也是介于3%到5%之间 那所以可以说 当然德国他们是用高解析度的 气象预报的结果 就是用他们德国气象局 花了10年的时间 不断精进出来 为了风力发电预报 特制的风力气象预报的资料 他们带这个资料进去的结果 跟我们用免钱的结果差不多 所以可见 所以可见免钱的资料 加一点数学来帮助我们建立模型 就可以做到跟人家 花很多钱的结果一样好 所以回到结论 数学还是很有用的 那如果我们不做这个推导 去二稿的一些类神经网路 那比如说如果我们用 stacked autoencoder的regulation 做很深很深很深的deep learning的话 做出来结果很差 不差13%到21%之间 超烂的 那所以有数学跟没有数学 还是差很多的 好 所以就是结论 那回顾一下我刚刚讲的东西 就是我刚刚简单的解释了 为什么我们需要做这个东西 以及它有哪些难度 那难度主要在于 风力的预报不准 而且准得又很贵 那所以然后刚刚介绍了两个套件 最主要是xarray套件 能够帮助我们读取 气象预报的资料 那然后最重要的结论是说 只要我们能够结合数学 跟python的machine learning的 演算法的一些资讯能力 结合之后设计出一个好的演算法 那结果就会跟要花很多钱的 德国的实际在用的系统 结果差不多 所以算是很有竞争力的 那我们的评量标准事实上 对我们来说并不公平 那因为我们实际上在做风力发电的时候 理论上的training data应该是我如果要预测 明天的风力发电的结果 应该我今天以前所有的资料 都是我的training data 那所以我不应该再预报 比如说预报2018年12月31号的 风力发电的可以发多少电的时候 我还用2017年以前的资料 事实上我应该是12月30号以前 所有的资料我都可以拿来用 那所以比较公平的做法应该是要做 类似的所谓rolling cross validation 当然因为要花很多计算资源 那台湾的研究人员都很穷 所以我就用一个比较不公平 对我自己比较不公平 比较不利的评量标准 那做出来跟它差不多 那所以等我有钱之后 我就会做一个对我来说 比较公平一点的测试 应该今天就可以停在这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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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